运动员请就位 双方选手 各就各位 欢迎收看速度追逐 那么这场比赛的攻方 总靠人 首方的球海洋 两个人的体测台语 分别是第一和第三 我们看 直接用了上位的压制 我们看踩上了障碍 如履平地 田径出身的球海洋 也是非常的出色 我们看急停急转的动作 非常棒 而且很有欺骗性 直接绕开了董浩然的重心 给自己创造了一线升级 而且在上下翻飞的 这个过程中 丝毫不比他的对手 董浩然差 董浩然选择上位 冲过去 想要进攻 没有成功 球海洋再一次 用自己非常好的脚步 绕过了障碍 我们看这个动作非常的快速 而且非常的流畅 双方又进入了这个角落的对峙 我们看这场比赛 球海洋再次利用急停机跑 再次甩开的董浩然 董浩然直接选择路线更短的 抓有没有抓到我的天 来了来了来了 我们看这一下 哎呀还是让过去了 掐之毫无理呀 非常的可惜 董浩然在这个地方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 比赛 比赛 手方胜 可以啊 比赛时间到了这一下非常的精彩 恭喜邱海洋 这个快了 杆子 杆子烫都掉了 那个道具好像有点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杆具复位 来 大家注意安全啊 那个太夸张 还会把吓得去刷 这个好看 刺激多了 对 他跑出了 他的节奏出来 不愧是这一 谢谢 辛苦了 来 各位迅速就位 选手请到 指定起点位置就位 开始了 只是第二轮比赛 球海洋目前体色第一 目前处于攻防 而董浩然处于防守 这场比赛我们看 并没有急着跑 而是等待球海洋冲过来以后 一个变线 两个选手进行了多次的 尝试和变线 以及绕圈 在高地桥的这个位置上 两个人转了一圈 哇 非常漂亮 那个虚晃 这个虚晃 走开好快 走开 太可怕了 虚晃 左翼移动 你掏 虽然那个动作没有成功 但一定会进入 在运动场上 年里面的精彩精神 两个人越多高地桥 越过障碍 左右的移动 虽然速度并没有减下来 但是两个人 脚下的节奏和脚步 一直没有停下来 高地桥但是上去 我的天哪 球海洋这个精彩的动作 在我们这个比赛里面 应接不下 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的 精彩动作最多的一个项目 董浩然再次利用加速 直线跨栏 但是球海洋直接超了内线 比赛结束 守方胜 恭喜董浩然 拿下了这一分 好 大胜 其实我觉得 球海洋那一下 差点就抓到了 差一点 对 差一点 少方 都抓不到 好难抓 守方 董浩然 这个 这个谁追谁 谁压力大 哇 这个太激烈了 请注意 当前比分 1比1 平局 双方选手请来到舞台中央 双手通过猜拳方式 由顺者选择攻守方 要我选择守 3 2 1 出拳 绝束 盛哲 盛哲 董浩然选择攻守方 守守 守守 守 守 浩然守 请中刚选手示意采判 防守有优势 浩然要攻 对 浩然要的攻 他为什么不守呢 一轮抓没抓赢 你现在还要抓 又是生死局 他数两个赢 他选择攻 攻其实不好够 对 你从这跑过去 就上25秒了 你再晃两下 上20秒了 现在我们看到 通过猜拳的方式 最后是董浩然获胜 浩然选择了攻方 他现在已经站到了 攻方的起点处 而球浩阳也就是 进入到首方的位置 双方选手 各就各位 浩然加油 浩然 也不一定 咱也不懂 万一人攻赢了 速度至深 加油 加油 好 比赛进入了第三局 那么攻方董浩然首方邱海洋 两个选手的实际上 在博动之间 走啊 赶紧 你看董浩然本场比赛 并没有着急 直接选择了自上而下的进攻 我们看他要怎么做 你看他一点都不急 不在自己的节奏里 直接蹲 这招飞龙在天 对于董浩然来讲 还是稍微一动大龙的一点点 让邱海洋逃脱 咱们就要邱海洋从外线 直接切进来 董浩然再次选择了内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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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选手再次利用这个障碍 再进行绕圈的跑步 董浩然暂时选择了直接越过障碍 因为到了第三回合双方 体能消耗非常大 把路线变得更紧 我怎么感觉时间一下就没了 但是比赛时间已经到了 比赛结束 首方胜 恭喜邱海洋拿下比赛 太帅了